先用火烤炙烧 让猪肉表皮微焦 再拿出特制面皮 加入花生粉 小黄瓜等馅料 一份猪肉挂包大功告成 大口咬下 超美味 常常外面吃到肉都会是 就是比较肥肉都会比较腻 但这个不会 平民美食大变身 绝对不止口感 注意到了吗 旁边还有开胃番茄 沙拉浓汤前菜 四选一的主餐挂包 最后再来个甜点 美味升级 业者利用巧思让挂包 不再只是路边摊 而是套餐行销 选用最好的在地食材 全部重新打包 组装 然后把台湾的美食 希望把它发扬光大 你好 这是柠檬香草乳鸡 把平民美食升级的 还有这家青石料理 烤地瓜上头 一颗一颗白白的 都是棉花糖 卖相相当讨喜 怎么做的 跟着师傅来到厨房 先是把烤过的红心地瓜 放满棉花糖 然后再放进烤箱里 约五分钟上色完成 搭配柠檬里鸡肉酸甜滋味 以赐满足 地瓜有加上棉花糖 就会有不一样的香气 一个甜味在 棉花糖的部分 去带出它的甜味 跟增加它的绵密感 使用棉花糖让甜味加倍 挂包地瓜 平民美食新吃法 跟着师傅巧手 口感 食感 大咬劲 记得全聚一段4号台北报道